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中风三十细念大义 尊敬的 作为法师十倍 尊敬的作为同修 不法大德 慈悲 大家即将很厚厚 阿弥陀佛 因缘 再一次呢 再来给大家计讲 中风三十细念内容的开始 就是把一些主要的作为简单的进行 前两天已经给大家说明了 释迦摩尼佛出现在这个时代 目的啊 就是希望啊 就是 另一切众生啊 要不要生死 出三细念 这个是释迦摩尼佛出现在这个四经的本 既然释迦摩尼佛为了这一桩事情啊 他也是为我们找到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这个方法呢 有八万四千的方法 无论你选哪一个方法呢 你都能够留生死的 而且 必定存在 必定存在 但是凭我们的善本 我们的福德 除了念佛这个法门 那真的是很难 只能靠这个法门呢 我们才会有机会 特别在这一身当中 像师父 从第一天认识了这个净土 第一天认识了这个念佛法门呢 都已经把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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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宿到 昂陀佛了 归宿到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只有这个法门 特别是在这个末法时代 你这一身当中才会有这个机会 除此之坏 也是没有办法 太难 不是其他的法门不好 不是 法门都是平等的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有时候我在印尼 跟我一些师兄 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常常问了这个问题 也没有 佛所讲的法门 这么多 你为什么要显得这个法门 难道其他的法门不好 不是 不是平等 只是我没有那个能力 靠我这个能力 也是不行 怎么依靠这个法门 所以有那些事情 有时候笑我 笑我什么 说我很极端 走火问了没有 除此念佛法门 其他都不要 就好像都会忽然 不是 是因为我们很清楚 很清楚什么 人生太短促了 你哪有时间去学其他的法门 没有 像我们常听到的法门维亚思念学 没有这个时间 以后到了西方节的世界 你才会有这个机会 你要多久 你怎么学 没有时间 为什么 因为说明是不一样 而且在学习当中 一生就成功了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时间 在学其他的法门 那个福根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为什么你要选择 这个法门 因为它简单 很简单 方便 又没有受到时间的控制 行住坐卧 在一切处 一切时 只要你能念 你肯念 它都很简单 虽然很简单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一句名号 能够帮助我们俩生死 所以祖师大的 三藏十二步 饶给别人 八万四千十五 饶给别人去死 放下一切 老老实实念佛 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 你在公園走路 你也可以念佛 你在开车 你也可以念佛 你在煮菜 你在洗碗 洗衣服 躺衣服 或者躺着 或者坐着 只要那个心 放在阿弥陀佛 没有成就 所以我为什么要选择 这个法门 就是这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法门 它能够断业 它能够待业往生 虽然你今天没有断烦 你还有喜气 但是你有那个向往的心 你对阿弥陀佛 对西方的世界有一个向往 我这一生当中 当我把这个人生走完了 我的目标就是 到西方世界的世界去 我要清真狠 就算你烦恼不断 你都能够待业往生 真的 其他的法门 你要断烦恼 你才能够得阿弥陀佛 但是你想一想 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行啊 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不要收起那小小的 人的脾气 到现在 没有改过 没有改下来 有阿 不是 一点点 花了多少时间 三十年 你有几百三十年 你有几百三十年 没办法 所以 很信念我们遇到这个法 让人在这一生当中 有这个词 第二个 第三呢 为什么选择这个法 世事无常 人生无常 生命无常 你看 你看 我们今天 佛奖 在他那个时候 人的寿命平均是百数 佛距离我们现在已经两千两年 我们已经减少了二十五岁 我们心里的寿命平均是七十五岁 超过的 是你的不华壮道 注意 你讲一讲 平均七十五岁 我们智能几岁 还有几年 昨天师傅坐下来 今年四十七岁 我还能够活到这里 我还能够活到这里 所以 以前 以前 我每次回到父母 都带着几个一些 后法 比自己比较大的 去哪里呢 去拜访一些 男老 老法师 给他们 去信心找 信心见这些老法师 这些老法师 每次要 回去休息 或者我们要回家的时候 很多法师 同样的开始 都是同样的 告诉我们 我们五十岁以上 就赶紧觉悟了 不要再搞这个坦诚事 不要再搞这个目的 不要再搞自私自已 赶紧放下 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 八十岁元几 八十岁减少五十 三十 三十年很快 很短 一眨眼就去了 堪紧念 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要训练 怎么训练 就是把这个毛病担担担 你有没有方向 你有没有抗互 你对这个世间 还有没有管 还没有理念 堪紧念 好好去休息 那这些人有没有听进去 不一定 讲归讲 劝归劝 到最后呢 他也没有听得进去 所以每次在车上的时候 这些户法就公司 为什么这老人家 老和尚 每个老和尚都讲同样的话 他提醒你 提醒你什么 赶紧觉悟啊 时间不等人啊 你不要以为还有明天 后天明年啊 没有的 赶紧掌握 赶紧把佛 好好念佛 时间到了 你有这个能力 你有这个办法 必顺更重要 今年五十岁了 你还要着相 还要执着 哎呀 这个是一种障碍 所以呢 我们常常啊 在听这种的劝 我们有几分的觉悟 很爽 所以 尊敬的主要统生他 那既然 释迦摩尼佛的本意 就是要聊生死 那要如何生死心切呢 要如何觉悟呢 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 先知道什么 先知苦 释迦摩尼佛 当年成佛的时候啊 他成了佛之后 他开始要弘法 但是要先从哪里开始呢 先从他的同修 就是五位比丘 一场 乔承如为所 想起这五位比丘啊 他就到陆远远去为他讲 讲什么呢 四地法 四地法腿条 是讲什么 是苦 急 灭到 苦从哪里来的 这个世上是苦的 给他讲得很清楚 没想到 他没讲完 乔承如就挣过 我们天天听苦急灭到 也没有开悟 没有 没有受开悟 小小的解悟演员 你说我们的业障有多重要 乔承如耶 这五位比丘哦 乔承如就第一 我还没讲完 刚刚震过了 我们天天在这个地方面 天天听我们老师父讲经 有没有解悟 我不知道 所以释迦牟尼佛把这个 世事的真相 统统讲出来 让我们明白 这个是第一个 你要心 心之苦 第二呢 你要观察 人生之苦 人生有多苦呢 归那巴达的 你是八苦 你要去观察 生苦 老苦 病苦 死苦 爱缘 验证鬼 求不得 福音至圣 你去观想这些 然后呢第三 你去观想什么 轮回之苦 就算我们今天生在山山道 山山道也是一样 只是他的生活比我们条件好一点 寿命比我们长一点 但是他还是避免不了 有生死之别 他也是一样 所以你能够把这些啊 去观察 去思考 去思维 你就明白了 这一句名号 我该怎么明白 这一句名号 我该怎么经济 你明白这个世事真相 你还会懈怠 不会 就算有 一站直的位置 因为你明白了 只有今生 只有今天 只有当下 我才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要拼命的念 我要好好念 我要好好学习 在这个世上 所有的生命 全部归纳到 一切许缘 有的我们来做 没有许缘 撞了 把自己的生命 人生 过得更有样 价值 过有更有利益 这个比什么更关键呢 所以 尊敬的各位同学 曼德 这个我们一定也知道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 把佛七 没有别的 就是这个别的事情 就是 我要再不是一段下 就是这个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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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们看下面 这个中风果实 下面的开始 前两天 给大家介绍到 介绍什么呢 欲试出离 为主 忏悔心修之力 就是说 你今生想要 出离六道轮回了生死 特别的三个道 你想要这一生当中 你的人生 你的前途 一片的光明 你的人生 一片的美满 那中风果实啊 就在这个地方劝导我 用什么力量呢 忏悔心修 前两天已经给大家 简单的说明了 什么叫做忏悔 我 在这个地方啊 做一个总结 什么叫做忏悔 忏悔就是叫你要去凡死 叫我们去检讨 叫我们去改过自信 后不再到 知道这样 是不好 我今天 要来发心 要来发怒忏悔 要来改过自信 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去反省 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去检讨 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去改过 因为师父常讲 你一天还是反复 你就避免不了 你的身口一三叶的过失 远非圣玄哪来没有过失的道理 何况我们是反复于个人 尊敬的主义同修大人 今天的三叶的现象 就是因为我们的身口意的过失 才感到三叶 你想一想 你不忏略 你不检讨 你不改过 行吗 你不改过 来不及了 只有靠这个力量 你才能有这个机会 所以为什么 我们每一次做三叶的信念 第一叶 第二叶 第三叶 每个人都要参与 就是让你了解明白 不仅仅我们 往生堂上 动的往连 也是一样 通风要来参与 包括我们法师 因为法师也是人 避免不了的故事 你说 哪一个法师 除了他是一个圣选 避免不了 所以 教我们要忏 那这个忏为法 看个人的角度 看个人的程度 你程度到哪里 你那个忏的力量 就得到几分 你那个忏为 只有一分 你就得到力 那个忏的力量 你有五分 你就得到力 看你的忏的力量 所以 下面 忏风火师 又在提醒我们 什么呢 心修 这两个字 心修 那心修这两个字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今天就借一个 简单的音源 给大家来说明一下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把那个心 放在这个地方 请师父怎么说 因为啊 心在 要度人啊 好难 有人说 师父啊 每次听听我 会打听说 是不是我业障身状 不是业障身状 是什么呢 你有心 你有心听经啊 你怎么会打瞌睡呢 不可能的 以前啊 过去的人啊 听经啊 就是那种 一心 放在那个人家的听经 跪着 像以前啊 师父在世的时候 我跟那个姥姥家一起吃饭 那我啊 一个小时里面 我吃饭好 还没开始 一眼睛 一个看的好 心啊 不敢不是乱想 很仔细的情绪 你想一想 你不会拯救我 不可能 但是跟老师父吃饭 很多压力 哦难得嘛 跟到老人家吃饭 很压力耶 不知道这个压力从哪里来 反正很压力啦 说不出来啊 所以很多人说师父 哎呀我很欢喜 他跟老师父一起吃饭 对啊 你很欢喜 但是师父心里很压力啊 啊 一边欢喜 一边很乏喜 一边很压力啊 确实真的 但是 我告诉你们 你跟他在一起的 学在旁边 你那个感觉 那种 眼泪啊 好像有感觉 流下来的感觉 为什么要流下来 他这个慈心 爱心 写出来 其实不一样 跟你哥友说醒过 你在他的旁边 那个气氛不一样 真的耶 如果你跟一个裸刹鬼 那个脾气很大 哦 那个很喜欢计较 那个气氛也不一样 哦 所以师父我们是跟人家相处的时候 那种感觉会感觉出来 所以如果感觉到出来 师父感觉很病 他会跑 不敢跟他相处太久了 为什么 恶罪了他 啊 吃弯酸 酸 但是如果一个跟你一个 心地善良 跟你相处的时候 不是分别 那种气氛 好 我们看一下 先修 先修这两个字 简单的讲就是 既然今天啊 我们已经知道了 自己的错误 自己的过失 自己的弱点 知道我们有不善的言 我们有不善的行为 我们有不善的念头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呢 我们要先修 中风果实说啊 我们今天既然学佛了 知道自己的过失 知道自己的毛病 知道自己的优点 那么我们应该 把我们这些的毛病 我们这些的过失 我们今天的这些的错误啊 应该要忏悔 把他什么 修正过来 是这样的 所以你们在做三十十年 念到这四个字的时候 赶紧提醒自己 我有没有这个毛病 要赶紧把他修正过来 这个叫做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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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的错误 把自己的错误 把自己的毛病 把自己的优点 把自己这些不善的言语 不善的行为 不善的念头 修正过来一次 纵然恐怕我们一次做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多次 意思就是这个道理 一次做不到 十次 十次做不到 可以一百次 一百次做不到 可以一千次 你要不断的去改变 不断的去修正 不断的去改过 这个就是中宫果实所用的 新这个字 长时间 你要去新修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 你不要把这一句话 轻易把它扛过 你要很有心 来思维 中宫果实的内容 是讲什么 那么对我们修行的人 对我们现在念佛的人 为什么中宫果实 用这个新修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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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告诉我们 这一桩事情 不是一错而已 不是一错而就的 而且需要 常年累业 持之以恒 来修正 来改过 就是这个意思啊 用心说 我们要明白 那么好像 我们念佛的人 我们今天念佛 作用大不大 念一句名号 作用大不大 不大 因为我们还是反复啊 心还不清静啊 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 你要天天 去锻炼 天天去念这句名号 天天去磨炼 只要有时间 在一切处一切时 我要多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我要 我要 常年累业 持之以恒 这句名号 我才能够训练成功 我这句名号 才能够训练成功 才能够训练成功 这是这个道理啊 就是说 我叫你不要懈怠啊 不要懒惰啊 不要懒散啊 你要清静永稳 不断的 去念 有人说师父 我念了怎么办 念累了怎么办 没关系 去睡觉 睡觉起来有时间 继续念 师父我要工作 没关系 去工作 没有工作的时候 赶紧念 不要少借口 所以 跟我们念佛也是一样 修行也是一样 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成全 需要一段时间 慢慢的培养 慢慢的去累积 慢慢的 去修炼 你就会有这个 你看那个禁止圣选路里 很多人念佛往生西方解决世界 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啊 没有啊 他也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去锻炼 锻炼结果最后呢 真的一直持着往生西方 为什么我们今天念佛不能成就 因为我们有断序啊 没有 持之以恒啊 就算有念佛 但是念佛不够啊 像西方解德世界 像阿弥陀佛建立西方解德世界 也不是一天两天 也是很长的时间 去把这个功德修圆满 圆满之后才把这个西方解德世界 供养十方一些诸佛的 一些东西 他们也是一样的 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 只要我们天天锻炼有恒心 我相信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这一些的错误 这一些的毛病 这一些的过失 总有一天啊 你一定会把它修正过来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 像一般民间讲 你有用心去改 用心去改变 严实让 会不会点头 以前啊 我看过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是喜剧 谁拍的 周星池 大家都知道吧 大家知道吗 周星池 师傅以前喜欢看他的电影 现在没有了 眼睛看着我这样 看这些电影让备时间 以前啊 他没出家的时候 周星池的电影也不很喜欢看 一遍 两遍 三遍 这个周星池呢 有一天啊 跟人家辩论 口才出给人家 心里好难受 找到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啊 教他怎么 辩论 训认这个口才 哇 他真的是去学习 认真去学习 有一天啊 他跑到海边去啊 哇 讲到怎么样 讲到怎么样 海边的鱼啊 通通跑出来 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的口才已经练成功了啦 哇 那边的海边的鱼啊 通通跑出来 那个鱼啊 就告诉这个周星池 他说 好了啦 不要再讲了啦 我知道了 哦 你的口才很好 周星池呢 不甘愿 然后跑到一个地方 看到一块铁 就跟这个铁讲话 讲到这个铁啊 这个铁就歪了 那这个铁就歪过了 那个本来是紫的 歪了 这说明什么 只要你有心 你有一个不成熟 真的 只要你有这个心 就算你今天所造的恶业很多 总有一天 会消灭 就算今天我们很多毛病 总有一天 你会 清清楚楚 清清清地 你清清楚 我相信 就算我们今天的身体不好 总有一天 你会很健康 只要你有这个心 所以啊 像中风果师啊 在三十七年后面 讲到一桩事 哪一桩事呢 中风果师说啊 后面不是三十七年留期吗 念医生阿弥陀佛的名号 下面是什么呢 下面是什么 第三十的 念医生阿弥陀佛名后 能 能什么 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 是不是这个 那我请问大家 我们这一生当中到现在 到现在为止 从我们的身口一三月 所造的业 何此八万亿啊 是无量的啊 我们今天念天天念 常常念 有时候还唯恐不够啊 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 今天我们尽心的用功 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 好像这一句名号我念的不够 今天如果我们稍微 稍微哦 稍微什么 松懈了 稍微 懒惰了 懈怒了 懈怠了 你不念了 你不用功了 你不修行 不念经 不拜佛了 请问大家 请问大家 这个还得了吗 不要说别人 说我们自己本身 还得了吗 不要说别人 说我们自己 想到别人等一下 你不要以为你说在这个地方 你修行念不念得很好 不一定 毛病还是一大堆 业障还是一大堆 你看 你太感谢了 你不要说别人 说是不自己本身 这样比较好 想到别人等一下还不高兴 干脆自己讲出来吗 等一样 自己忏悔 是不是 这大众忏悔不是更好 交易涨交得快啊 是不是呢 我不用说别人 说是不自己本身 你看哦 师父 很多次 特意 不念佛 特意去试看一下 听一些音乐 然后呢 不诵经 不听经 不拜佛 有点懈怠 去外面走一走 去享受外面的环境 哇 这边没那边 才几天而已 脑病啊 通通出来了 比如说 脾气 遇到一些不顺势的事 看到干部 犯了这些的狐独事 开始发脾气骂 真的耶 很恐怖 一天不亲近阿弥陀佛 一天不亲近佛谷上 我们的毛病通通出来 我们的喜气通通出来 你想没想还不愿 有时候 心会起了贪念 但是我们学活好 好在哪里 不怕念起 下面是什么 只怕绝取 还好 当你发现你的毛病出来了 一个念头出来了 什么呢 把你口呼出来 所以师父最近睡觉的时候 睡到醒过来 不是因为做梦里面 不是 因为听到那个符号 听到自然 听到自然 就醒过来了 我现在念 这样很好 所以尊敬的佛谎教大师 明白这一点 我们还敢懈怠吗 还敢松懈吗 还敢懒惰吗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 天天讲经说法 一天至少八个小时 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不能懈怠 这一次错过了 你想要来世得忍生 闻到佛法 那个是很难 要觉悟 不能开玩笑的 今生得忍生 来世能不能得忍生 还不一定 看个人的能力 业力 所以中风果师 在这个三十系念 用心修来告诉我们 如果今天 我们想要改变 前面的生死轮回的现状 那么只有一个方法 你想要消除 八万亿劫生死的重苦 你要消灭所有你所做的这些 因为不小心 或者一些 不是故意的 得罪了别人 后造了种种的罪业 那么中风果师 告诉我们 只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忍悔习修 靠这个力量 我相信 久而久之 才能够把我们这些 不善的无量节以来的 所造的业 通通转过来 通通转过来 这个我们 一定要知道 这个就是 中风果师所讲的 一事出离 唯凭 忏悔 心修之力 所以 道理就是在实力 接下来 那就看大家 看大家怎么修 看大家这一面 只要你用心 你会像周金词一样 总有一天 你所造的这些业 会变成什么 变成你的菩提 变成你的功能 所以啊 有时候 以前看这些电影 也不是说 没有好处 让我们明白 这个道理真的 只要有用心 确实真的是这样 好 我们看下面 这个是讲到 忏悔心修 鼻眼耳鼻舌 生意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六根 我们的六根 以前呢 在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也要请问大家 以前呢 我常常啊 医到一些 学佛的人 或者一些 普通的 一般来到道场 医到师父啊 常会来 问一些佛 他们呢 曾经有跟我 说过一个问题 他说啊 他说我们的六根呢 就是 眼耳鼻舌生意 我们这个六根呢 就是啊 造恶业的工具 请问大家 是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吗 那你太厌望了 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的啊 老实话讲 实际上啊 这些六根啊 他们真的很厌望的 真的很厌望啊 你刚刚看神不是点头了吗 真的很厌望呢 因为 难道 你也这样的想法吗 我这个是把 我所遇到的 这个事实讲给大家 往后呢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真的这个六根 我们的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 是造恶业的工具吗 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啊 本身是不会造恶的 你要知道这个道理 他们怎么会造恶呢 不可能 很多人会怀疑嘛 师父是 师父你是不是讲的对还是错 哪里有可能 为什么呢 他原本他不会造恶的 是我们的念头指挥他去造恶的 所以 话讲回来 他们真的很厌望啊 真的耶 所以以后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 你不要跟人家点头 这个不可以的啊 我们念佛的人 修行的人 学佛的人 不可以有这样的 今天别人的过失跟我有关是没有 是他的事 别人有是非是胖的事 你怎么能够把别人 把自己的过失怪在别人的身上呢 你怎么能够今天 所受的这些的恶愿 所受的这些的果报 所受的这些的果报 乖在你的六根的身上呢 是不可以的 所以他们很愿望 所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中风果是告诉我们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什么 换一种方法 换一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 让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 来做什么呢 来修积雷德 让他不要去照顾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切现象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什么 不要去看人家的过失 才不会产生 过分的分别 过分的提角 像佛在经上常常劝导我们 常常讲我们的眼看到外面一切众生 不要常见示众过往 我们有没有 不要到处看别人的过失 不要到处看别人的缺点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在经上里面 常常劝导我们 常常提醒我们 不要常见示众过 就是说劝导我们学佛的同修 念佛的人 无论今天你在道场也好 在外面也好 跟人家相处也好 跟哪个人相处也罢 无论你在哪里 在一切处一切时 出家也好 在家地址也罢 我们念佛了 不要常常去看别人 看大家的过失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可以从我们的眼根 减少我们的过千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什么叫做过千 减少我们的过失 真的 你看师父遇到很多一些有家族的那些父子 常常吵架 所以有时候师父接到这些电话 他们吵架 一片镜子给师父看 看什么 哎呀我选择出一下是正确的 我今天选择出一下是正确的 不然的话天天吵一下还得了吗 真的 天天吵 天天闹 你不苦吗 你不烦吗 师父很烦啊 对啊 每次师父回来到印尼的时候 好多人那些 就跑过来 师父我该什么 好害怕 师父讲了有没有听 没有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失 我们该用什么方法 不是我们管的事 他的过失是他的事 不关我的事 他有毛病是他的事 不关我的事 他有缺点是他的事 不是我的毛病 不是我的事 那何必呢 譬如 譬如说你在这个道场里面 看到这个人他有过失啊 你说他明明有这个过失啊 我看到了啊 而且这个过失很重啊 这个过失很多啊 尊敬的追同说他 有过失 是他的 不是我的事啊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学什么呢 要视而不见 为什么要视而不见 心清静嘛 减少我们的过疑分别嘛 减少我们过疑 的计较 就是这样讲的 就算看到大众的过失 我们也不用放在心上 没必要 不是我不知道 是我很清楚 我绝对 不再放在心上 这个我们一定要学啊 所以啊 用俗话来讲 讲什么呢 这也是一种什么 涵养啊 什么叫做涵养 就是能够包容 所有的人的过失 能够包容所有的人的缺点 能够包容所有的人的毛病 这个不是因为我不知道 那么如果从我们修行的人来讲 从我们念佛的人的角度来看 这个说明什么呢 我们的心境 如果能够这样修 那你的心境真的是不一样 我们跟一般来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啊 我们要特别留意 尤其是学佛 念佛的统修 这个要留意 要留意的 留意在哪里呢 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佛在经上常常讲 不要常常用我们那个眼睛 去看三宝的过失 特别到这个道场来 还有我们学会里面 注重的书 这个法师很少 只有我一个 只有我一个 所以没有其他 要记得 我们常常来到这个寺庙 来到这个道场 大家一定要记得 不要把你这个习气 把这样的毛病 去看这个三宝的过失 这一点是非常的关键 而且关键到时候 要你的命 这个是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经上这样 有这样的说法 比如常驻 生宝的过失 生宝里面有很多反复生 虽然出家 但是他还是反复啊 还有缺点啊 还有过失啊 所以因为我们不能保证 每一个出家人 都是圣贤啊 每个出家人 都是像观神菩萨一样啊 每个出家人 像阿弥陀佛那一样 每一个出家人 像大师之菩萨那一样啊 他也有毛病啊 他也有过失啊 你不能看他的毛病啊 你要看他的优点 但是众人 是反复生 他是表法 表法什么 佛法助持啊 佛法助持的形象啊 一个出家人 佛都不持 护法隆天都不持 护法隆天都不持 来不及了 我们怎么忍心去看他的过失呢 然后心要他的过失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毛病 很多人到这个寺庙来 这个法师 那个法师 这个法师有毛病 这个道场有毛病 这个法师有这个过失 然后到出面 到外面到处乱传 不可以这样 这个罪过很重 下面会给大家说明 怎么重罚呢 我给大家慢慢讲 所以我们不能要求 每个出家人 都像观神菩萨那样 像阿弥陀佛那样 像大师之菩萨那样 像文书菩萨那样 各个都是圣玄圣 我们要知道 众人这个人是反复生 但是同样 他都在担任 担任什么 住持佛法的责任 就算他是一个反复 没有成就 他的责任是什么 住持这个佛法 能够长住在这个世间 甚至于经上常讲 这个反复生 纵然没有修行 但是他所代表的 是住持的佛法 比如说这个出家人 在大街周一圈 但是这个法师 因为他长得很帅 长得很庄严 人家看到了 又长得很漂亮 当大众 当这个众生 看到了这位法师 虽然这位法师不讲经 虽然这个法师没有修行 但是他长得很庄严 长得很好看 长得很帅 也能够让众生啊 生起一个欢喜的心 像师父这样一样 像师父这么帅 自己不赞叹谁来赞叹啊 你不可能你们来赞叹师父 是不是呢 所以啊 很多人说话 所以很可惜 这么年轻 这么少去出家 如果每个人 到了80岁 他少去出家 那个不是生团啊 那个是老人厌的 要出家就是趁这个年轻 是不是 大张忽像 大张忽像 哦 那个很专严 像师父这样 好帅 对不对 如果 这样子自己在乎 在乎 在亚加拿的时候 你遇到一个 一个年轻的法师 他真的很帅 我跟他走在一起的时候 我怕他说 擦踢擦地 比起来我擦得一眼 你知道吗 一走出门的时候 大家眼着看着他 把他放在一边 哦 我该解释了 原来我还是比不上人家 人外 人外有 天外有天 山外有山 真的 所以 学人他没有修行 他没有正我 他也不会讲解 但是因为长得庄严 众生一看了 升起欢喜心 大家知道吗 这个功德有多大呢 无量功德啊 而且这个功德啊 佛啊 都说不尽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众生 见到生保的形象 当他见到生保的形象 生起了一个欢喜心的缘故 对佛 生起信心 对佛法 生起了信心的缘故 然后呢 他会发了菩提心 因为发菩提心的缘故 将来他一定会成佛 将来成佛的缘故 将来就会渡古量流病的众生啊 那么大家 可以算一算这个账 这个功德 还能够说得尽吗 老实说 实际上啊 说之不尽的啊 真的耶 你不要看啊 不要去熏传这些的故事 特别三毛的故事 这个罪过很严重 地藏菩萨本院经讲得很清楚 所以象真的会渡人 真的会渡人啊 你看 我在印尼有认识一个美中的出家 今年37岁 长得真的很庄严 很漂亮 他虽然没有奖金 但是渡了好多人啊 很多人到佛堂 去问他 这亲近啊 真的象会渡人啊 你看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界 32象80众好 为什么 以象渡人啊 所以你看我们在五量缩金看得到 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 象有五量象 象有五量好 为什么 就是为了要度化众生啊 特别现在这个末法时代 众生很着象啊 比如说 一个歌声 一个歌星 歌星很多粉丝啊 如果今天这个歌星长得帅又好听 他的粉丝一定很多 如果这个歌星长得很丑 很矮又黑又胖 就算他的声音很好听 粉丝也有线啊 是不是 像我们今天来到这个道场 这个寺庙 如果今天我们所看到佛堂里面的佛像 哎呦 长得难看了 不但你不会生起了一个欢喜心 你会生起什么 生起烦恼心 这个就是用的 但是 反过来 如果有人恶意的去说生保的过失 恶意的去毁谤 经上啊 就告诉我们 这个过失 如果从严重性来讲 这个过失 超过什么呢 超过出百亿佛生邪啊 不得了 不得了 超过 超过出百亿的佛生邪 我们听到这句话 可能觉得我讲的话有一点过分 出佛生邪 忤逆重罪 都已经很严重了 怎么能够讲到出百亿佛生邪呢 只是因为说生保的过失 会超过出百亿佛生邪呢 这个有什么缘故呢 是什么缘故呢 后面会解释 你看哦 我们大家听到五亿十二 出佛生邪都已经很严重了 因为我们犯了这个过失 去看这个生保的过失 然后去新传 然后恶意去毁谤 你这个果报超过出百亿佛生邪 什么缘故 什么缘故 是怎么讲的 明天再给大家分享 今天啊 今天啊 简单给大家 这个中风果实 在这个 掺月新修 然后下面的 一眼耳 生意之果谦 简单给大家的说明 祝大家 祝大家 神主敬堂 吉祥如明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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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